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把这个瓜果蔬菜 直接种到这个蚯蚓粪上去 这个产量啊和品质都非常好 都知道蚯蚓粪那个有机质含量40%以上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不是所有的蚯蚓粪都会那么效果好 蚯蚓粪也分级别的 怎么去分级别呢 实际上我们是要看这个喂养蚯蚓的原料是哪些原料 原料不同 你这个蚯蚓粪的质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并且差别还是特别大 最好的蚯蚓粪呢 就是这个养殖场啊 用的牛粪去喂蚯蚓 纯牛粪啊 不加任何东西 这个蚯蚓粪呢 对种植这块效果是最好的 刚刚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用猪粪啊 或者是羊粪呢 经过发酵以后 去喂蚯蚓 这个效果也不错 但是最差的一种蚯蚓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用城市里面的污水达机 或者是用这个污泥 去喂蚯蚓 因为蚯蚓是 你给它啥的吃啥 所以说这个原料这些话是比较广泛的 特别是用那个城里面的污泥啊 生活垃圾啊 去喂这个蚯蚓 这种蚯蚓粪大家千万不要去用了 效果是不好的 原因呢 就是说你看这个蚯蚓粪能看出来 就原料好的 特别是用牛粪喂的蚯蚓粪的 你抓到手里面了 是非常蓬松的 但是如果用那种污泥 生活垃圾去喂这个蚯蚓的 它那个蚯蚓粪呢 是那种海沙量特别高 密度特别大 好比说你正常的话 一吨的蚯蚓粪可以出1.5方 但是那个蚯蚓粪呢 可能一吨的话 只能出个一方 或者一方多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蚯粪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谢谢大家